小伙子挺狂啊 埃德华兹要抢美国队首发 根据名机Shams爆料 埃德华兹大概率会加入这支美国南兰 而且他很想争夺一个首发的位置 目前美国南兰已经确定加盟了球星 由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 恩彼得 塔图姆 霍勒迪 普克等人 而欧文之前也有意加入这支美国南兰 想在这样的队伍里竞争首发 可谓难上加难 那我们来算一下 美国南兰圈内线这事地球人都知道 那恩彼得大概率是动不了的 詹姆斯和杜兰特应该也是铁打的首发 那么埃德华兹就得挤掉两个后卫里的一个了 后卫线上目前有库里 霍勒迪 布克和欧文 这么一看 库里恐怕会成为牺牲品 毕竟他的可替代性很强 而且他的风格打飞拔也非常的吃亏 库里代表美国队出战的比赛表现并不理想 另外 如果詹姆斯出任一号位的话 埃德华兹占上首发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不过就算打上首发 有这么多大佬在 埃德华兹肯定也得去打3D干脏活累活 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有没有做好觉悟呢